今个星期市场焦点相信会继续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发展上 但另外也有不少国家会陆续公布通胀数字都值得我们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论外汇 今天是4月15日星期一 我是Colly 在过去这个周末相信市场的焦点 很大程度上都放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的消息上 因为伊朗正式用无人机去攻击以色列 令市场觉得当地局势发展已经进一步升级 未来伊朗有可能和以色列可能会开战 市场的担心令到避险的资产又进一步受到支持 避险资金流入如金价这些避险资产 都支持金价在创了2400美元流上之后 虽然有少少调整 但整体港都继续维持在2300美元流上的高水平 未来如果真的开战或整体的地缘政治局势 有加剧的情况 相信金价仍有再进一步上行的潜力 当然之前也提过 始终技术上 其实金价已经非常超买 而且刚才提到的风险情绪 始终会有一定的波动 所以也不排除金价虽然整体的走势 也继续是有落屁脱落 以及继续中长市走势 比较偏强 但短线也有机会有些轻微的调整 而且金价始终的波幅 都会比其他货币港 也不排除更大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另外看美金方面 上周整体美汇的比较偏强 主要是因为市场看美国的通胀数字 看到降温的幅度似乎是美及市场预期 令到大家觉得美联储来减息的时机 可能要退后一些 而且减息的次数也有可能要减少 市场开始对美联储减息的预期 又变弱到也推动了美金的一个升势 我们看看上周美最新公布的 一个美国的消费者的通胀预期 看到消费者对于一年期和五年期的 通胀预测 其实都去到3%以上 也就是说整体市场 对于美国的通胀的降温停滞 也有些忧虑 如果这个预期仍然未改变 相信美汇的走势仍然在短线而言 未会有太大的下行压力 今周美国公布经济数据中 最重要是零售销售数字的恐怖数据 让大家更多留意美国的经济表现水平 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对联储局的减息 另外也有不少联储局官员 今天星期都有公开讲话 值得我们关注 虽然因为美汇反弹 我们看到整体非美货币的走势 基本上过去一周都一直受压 去到近期的区间走势 比较底部的支持位 但其实商品货币前景仍然是偏好的 中央政治局势紧张 加上内地推出了不少的自己经济政策 其实都有助推动到商品的需求前景 我们看到除了油价和金价之外 其实工业金税的价格包括 新纳、铁矿石等等 近期的走势都非常好 都能支持澳洲资和柳子的前景 至于欧洲方面 上星期欧洲央行议色会议上 释放了比较夹派的信息 有提到不少委员都觉得 可以在6月份开始减息 甚至有些比较夹派的委员 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减息了 而刚才提到市场 现在觉得美联储的减息时机 有可能延后 有机会去到9月份才开始减息周期 换句话说有机会是欧洋行会早过联储局开始减息 当然这一点对欧洲来说是比较理淡一些 打压了欧洲跌穿了对美元1.07 这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不排除欧洲短线走势也会比较偏弱一些 但今星期欧元区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 这个数据会否改变市场对于 去减息时机的预期变化 大家要留意 而英国方面 上星期公布最新2月份GDP数字 是有0.1%的增长 而前者都是上升到0.3% 令到市场比较信心 觉得英联银行 可能没那么需要 这么快开始减息 因为第一季有机会英国经济 可以摆脱反这个技术性衰退 而今星期英国陆续公布就业报告 零售销售数字和通胀数字 这个数字都会帮助大家 评估来近英国的利率前景 前市场普遍预期英联银行 可能会8月份才开始减息 至于除了英国和欧元区之外 我们会看到加拿大和纽西亚 今星期都会陆续公布 最新的通胀报告 值得我们留意 最后提醒大家 这期节目就会由每个星期播一次 变成每两个星期播一次 大家记得留意 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